打炒房似乎出现成效了 央行公布五大银行 10月新乘坐房贷利率达到2.20% 创下15年的新高 不过新乘坐房贷金额 则是比9月大减了234亿元 至于今年的新清安房贷占比 也从6月开始持续的下降 但到了明后两年 预估会迎来史上最大的完工交屋潮 专家就分析如果供给量大增 房市却持续的冷清 可能会加重卖压 使得价格出现松动 央行既信用管制打炒房 房贷利率随之攀升 同今五大银行 11月新乘坐房贷利率达2.20% 于15年新高 至于新乘坐房贷金额 则较9月大减234亿 创3月以来新低 即将要买房子的人 他的这个房贷的利率 会比过往还要越缴越重 每一个月要缴的房贷 占你的月收入 甚至超过一半以上的 你可能就是在生活上 会更必须省事简用一点 打炒房似乎已看见成效 包含今年新清安房贷 占总体房贷比例 也从6月高峰 40.92% 一路往下涨 到了10月 剩32.64% 出现明显涨温 不过今年前三季 住宅使用执照量 达10.17万户 年增20.6% 估计全年会突破13万户 到了明后两年 还会迎来史上最大 完工交互潮 供给量增加 买气需求又减少 利率又往上 种种这个利空的因素之下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 会持续的往下修正 但是他这个价格下修 不代表所有的价格下修 重划区供给量 比较大的地方 比较高的比例 会是有投资客的买房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必须面临到 是不是要让价 一般的市中心都会区 精华区 他就不太可能 有太多的下修空间 进入完工交互高峰 如果房市持续了 可能会使卖压更沉重 价格也有机会出现松动 这是林盖地 听不懂 感谢您的你的